蕭战 2020年初,肖战上了人物杂志封面,杂志社请了当时肖战的一些剧导演或制片人进行访谈,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余生,请多指教导演吕莹说的一段话。 吕莹说,在他指导忽儿今夏的时候,有人向他推荐肖战,他喜欢这个干净阳光的大男孩,但是平台说不行,人气不够,不要。 查询了一下,青春励志剧《忽儿今夏》于2017年7月26日,在青岛正式开机,由腾讯视频《完美世界》影视联合出品,导演吕莹,领衔主演是白宇,傅冠金。 该剧于2018年4月19日,在腾讯视频独家首播,可以看得出来,这部剧也是腾讯视频的剧。 那么,吕莹口中当年嫌肖战人气不够淘汰掉他的平台,是否也是腾讯视频呢? 陈情令制片人杨夏坦选择肖战的原因,是因为看到了的一张白衣,白观古装照,觉得合适。 后来陈情令大爆,肖战成为顶流,20年初,肖战舆情出现危机,他的攻关确实不厉害,导致耽误了一年的上升期。 肖战回顾公开舞台,参加的第一个综艺是腾讯视频的演员请就位。 直播上唱了一首歌《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》,节目已经官宣,随即直接登顶微博热搜榜。 据悉,当晚爱奇艺还在邀请了一众艺人办活动,但是,热度也没有肖战一个人再上舞台热度高。 看到这里,其实网友应该已经明白肖战和平台的关系,合作自然是有的,但是,如果形容成他背后的资本,似乎又有点过了,谁不是一步一步走上去的呢? 起码肖战似的。 到晚安,这次请问候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